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补充一下 我们这世界的新冠疫情走向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将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新冠疫情 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周期 这个变化其实有些人看得很坏 例如美国的防疫专家佛契 认为可能演变成更加严重的疾病灾难 对于阴谋论以及末日论的人来说 认为现在正走向人民留一半的末日场景 当然也有人看好 认为现在的一切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那么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老师看法很简单 还是一句话 防疫胜过疫苗 上天吃给我们口罩 就是可以免于疾病的威胁 但是人们的无知以及自私 就放弃了这一些属于上帝的恩赐 到底是病菌太可怕 还是人类太狂妄 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周的世界疫情 它的金榜排行榜 第一名是谁呢 第一名就是荣登未免者宝座的印度 印度目前最新的单日染疫数字 达到了168,000人 这个数字足足是三个月前的10倍的数字 100天就飙涨了10倍 如果不是病例是股票多好 你说是吧 这个也是令人很震惊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例如印度国内的大量农民中的抗争 以及规模经济必须维持的压力 而印度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叫做马哈拉什特拉省 上周也实行了一个所谓的周末封城 当然周末封城的意义其实也只有形式上的 对于真正疫情上的控制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老师现在比较难查到关于印度的内部详细情形 但是以数字来说 未来应该还会增加一倍以上的速度来做蔓延 但是这样的印度有没有办法做好他的防堵疫情呢 其实当然还是有的 印度目前施打疫苗的速度 每天有多少呢 每天还是可以达到350万以上的接种速度 再进行了去施打 并且45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申请施打 但是这个百姓有没有配合呢 其实当地百姓大部分也都是配合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印度他有14亿的人口 所以他也无法在短时间之内都施打到疫苗 造成了一个群体免疫 而很多地方是很贫困的地方 本身能够活到45岁以上的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这不是老师瞎说 很多地方他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 当然印度整体的平均寿命他是有到66岁 但是要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土上面 有1%以上的印度人 就是大概多少了 以他的数字来换算 大概还有3亿3千万以上的人 他连吃饭都有问题 你怎么会叫他去防疫呢 在印度还有40%以上的儿童 他还有温饱的问题 就是他营养不良 大人都吃不饱了 何况你小孩呢 所以说印度在过去第一次的封城 他们让印度的疫情其实有获得控制 当时的印度总理就说了什么 莫迪就说 现在不封城 印度倒退20年 但是他后来有没有封城 也是封了 有没有效果 也是有效果 那么现在印度虽然达到世界的 染疫单染疫数的第一名 但是相形之下 以他的人口比例来说 染疫率其实也只有0.9个百分点 一方面还是远低于欧美 一方面他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但是 但是老师还是认为 以印度的状况最令人担心的是 会不会因此出现更强力的印度变种病毒呢 因为人群聚在一起互相交叉传染之下 有时候会让这个病毒产生更快的突变 目前的印度的疫苗 他在施打的时候有37位医生 因为他们一直不断做医疗行为 他们已经打完印度的两剂疫苗之后 他们还是继续染疫 不过虽然是这样 他们的死亡率也是大幅的下降 所以说虽然染疫数字在印度一直不断的飙高 但是却降低了致命率 或许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但是印度这种要吸引外资进入 然后来重振印度的经济 可能暂时会比较难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应该都还蛮怕死的 那么第二名是什么呢 第二名就回到我们欧洲 十字浪漫是封城的法国 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达到了最高11万7000人 这个惊人的数字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数字跟其他地方是不能比的 为什么 法国的总人口不过6700多万人 但是你一天11万7000这个数字 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来做比较一下 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在美国 或放在印度 可能都还是可以去接受的范围 因为他们人很多 人口都是以一人为作单位 但是法国的人口这么少 才6700万 单日就最高到了11万7000 如果以这个数字当作比例 去换算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要假设把它换算到美国 等于是说美国一天新增了58万的病例 那已经超越特朗普的最高记录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各位要记明白 现在法国的状况是非常严峻的 但是这个危急状态 难道事先都没有办法预防以及控制吗 其实事先的预测当然是可以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防范与控制 法国的总统跟百姓都不愿意 记得吗 老师上两个礼拜说过 法国的封城是怎么样风法 不是让你就地回家限制住居 没有 他就让你给你几天的时间 随便你要去哪里都可以 你整法国的乱跑 我也不管你 只要在最后一天 最后一秒之前 你选定了你要在居家隔离的地方 的地区就可以了 而所谓居家隔离 你也只是顶多不上学 但是你要吃要喝 随便你要怎么样去走都可以 所以是说这种超级浪漫式的封城计划 真的是一个很蛮糟糕的计划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这种封城计划 或许法国还不会变成这么严重的高病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都在原来的地方的时候 你能扩散的地方是有限的 你今天叫别人说封城给你选地方 大家都会紧张 然后可以乱窜 那病毒当然就扩散出来 所以说这个数字如果说要失控 也是比较属于人为的失控 而并非法国出现的超越英国 超越南非的一些超级病毒 但是老师还是认为 这种数字虽然短期内是飙高的 但是他应该不会持续的太久 可能在下周 他的数字就会大幅的降低了 这里面或许还有很多的黑数 可能这11万7000可能还不止 为什么 有些轻症的 他可能认为只是感冒 头痛或是怎么样的不舒服 在家里然后他就好了 也是有这个机会的 而法国有没有疫苗 法国也是有疫苗的 他也在继续的积极的去做施打 一天打多少 一天可以打到50万剂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虽然看起来有点杯水车薪 但是你把它换算到人口里面 大概你也是相当于美国每天打250万的速度了 所以说加上他们百姓这么奔放的感觉跟情感 能够打到一天50万 已经算是非常的可圈可点 当然我们也都希望法国能够尽早恢复正轨 老师也想去走一走 不是吗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足球王国巴西 巴西的本周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达到了9万3千人 巴西的疫情一直以来都在世界的前五强 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稳定的发展他的病例数 为什么呢 当然是巴西采取的是一种放任的防疫法 也就是什么 你也没有防疫了 他简单说就是没有防疫了 不然总统都敢上新冠病毒 他也说没关系 大家你看我们这讲话都没有问题 其实记者快吓死了 所以说你要不要戴口罩 随你 你要戴就戴 不戴就不戴 该上课上课 该上班就上班 防疫就只是口号 但是实际上会不会防 其实也没有防 所以说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封城的问题 他们最大的牺牲是什么 他们针对这个疫情最大的牺牲 就是停办他们的巴西加年华 这个就是很伟大了 现在巴西的境内 除了是说我们现在染疫的数量很高 病床非常难求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跟病床一样难求 是什么 坟地 就是摩阿波挖这个坟墓 为什么 因为死亡速度太快了 最高一天就有4000人因病而亡 还不包含了其他的因素而往生的 就光新冠疫情一天就有4000 所以说这个坟地 现在他们的坟地是非常的看俏 不容易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事情 虽然现在染疫人口是这么多 但是巴西的人口 他却有2亿的人口来看 疫苗数字施打数字 大概只能达到80万的一天的数字 这个数字也是比较慢一点 有点缓不济急 所以说如果巴西特朗普 还是坚持这种狂欢式的 或是放日式的防疫 那也只能说 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他说怎么样 我们就得怎么样 民主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那么第四名是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所实行的疫苗铺天盖地的策略 也算是很有成效的 但是以普世价值下的自由人民 觉得生命层可贵 开趴价更高 所以在本周 单日新增病例最高峰回到了8万的数字 但是以州平均来看 仍然在63000上下徘徊 说高峰虽然高 但是一般还是有个基础在6万这个地方 而美国施打疫苗的速度 也是取得的跳跃式的一个成长 最高 他一天达到了400万剂的疫苗 一周平均下来 虽然不是每天这么高 但是平均每一天也有300多万剂的施打速度 以这个速度来看 本月无份完成2亿人的施打 似乎也不会太难的事情 而美国总人口多少 3亿多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月就有可能达到 美国境内60%的疫苗的覆盖率 这个数字其实就很理想了 因为这个数字之下 到6月份 可能真的可以如预期般的广泛的群体免疫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 至少80%到85%的人 都已经打了疫苗 那么这个机会也是比较大的 届时美国的疫苗 也会因为美国人都打好了 他也会放出来 给大家一起去施打 所以说这个结果应该会是不错的 第5名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单日新增病例 大致都控制在5万这个数字 目前他处于到一个交叉口 端看土耳其的政府 你有没有运用一些比较有势的防疫措施 如果举措得当 这个数字往下发展的机会还是蛮高的 而疫苗部分在土耳其是还蛮缺乏的 所以说还是得靠他们自体的防御 才能控制住疫情 第6名是谁 第2名回到了德国 单日新增病例是2万3千人 但是老师从世界卫生组织 得到这个数字是比较不稳定的 有时高有时低 有时候低的可能就有3千人到4千人 一天的新增病例 但是隔一天可能突然飙升成1万5千人 那么他最高峰就是2万3千人 所以说德国现在真的疫情发展如何 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明朗 但是数字还是有点高的 第7名是波兰 单日新增病例为2万1千人 这个数字已经有稍微往下的趋势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没办法评论 因为这个在一个交叉口上 我们必须多观察一周 才能看这个趋势 有没有比较明显一点的往上或是往下 第8名是伊朗 单日新增病例也是差不多2万1千人 大概稍微低波兰这么一点点 而目前的伊朗为什么他的病例是往上了 因为他现在的政治活动比较活络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要准备选举了 人群的流动会因为选举跟互动的提高而提高 这个是比较值得注意以及观察的地方 第9名是哥伦比亚 单日新增病例提高到1万7千人 这个蛮不妙的 第10名是我们欧洲的意大利 数字已经稍微回稳一点了 单日新增病例数大概在1万5千人上下 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本周 世界单日新增病例的前10强 我们从这个榜单可以看到 基本上最严重的前5名 几乎我们可以说都是人为的因素 导致了疫情的失控 而越往后面幅度都是较为和缓的范围 所以病毒的威力真的是这么那样的强大吗 或许是 还或许也不是 但是最强大的还是人类那个自大又自私的心态 那才是人类世界中最大的病毒 其他国家数字 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他们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就是第11名的阿根廷 数字微幅成长 单日新增病例数也是1万5千人 但是略低于第10名的意大利 所以他区距于第11 兵凶占围的乌克兰 单日新增病例数为1万2千人 菲律宾1万1千人上下 俄罗斯恭喜他 他一直持续的下降 现在最多只有8500人一天 荷兰8200 加拿大7600 加拿大这个数字可能还会稍微往上一点点 但是应该很快就会往下了 印尼降至4200人一天 日本还是维持在2700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要对于要选举的自民党来说 其实有点危险了 马来西亚我也是在一天1700这个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不妙 有没有可能后面还有一点在反复起来 这机会还是有的 英国部分已经降到一天1700的数字 也是蛮低的 英国这次战胜他的英国变种病毒 他的首相强生也就是约翰逊 真的是功不可没 南韩的部分 他的染疫数字已经加倍了 从200多 现在翻倍达到了500多 近600的单日染疫数 不过这应该是这阵子 跟他们的选举是比较有关系的 所以可能是只有偶发了事件 香港13例 澳洲9例 台湾1例 而且那1例好像是在桃园 至于万恶的共产党 目前比较没有新增的病例数 但是他的疫苗施打数字 老师根据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目前中国的施打疫苗速度 也稍微有点趋缓到 一天只有300多万剂的施打 跟高峰的700多万 似乎还是有点落差 不过老师觉得 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数字 可能不一定准确 因为以老师目前所得到的情报跟资料 目前施打的速度 应该是比过去快上许多 百姓要打疫苗 也比过去容易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数字应该不是非常可信 而时间走到现在 世界的疫情仍在发酵 但是以大趋势来看 应该今年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老师在去年预测 在今年的6月 全球至少可以恢复一半的状况 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就光美国至少可以贡献三成的成长度 所以说后面恢复速度 包含经济跟旅行 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人类的自大跟自私 会不会拖垮整体的恢复速度 如果真的一开始在去年2020年 大家一开始就戴上了口罩 有没有可能 其实不用等到今年 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获得控制了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我们思考一件一件事情 美国先贤说的好 不自由无零死 这个自由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免于病毒传播的自由 这是不是一种自由 所以戴上口罩 其实或许不是妨碍你的人生自由 而是让这个社会跟世界更加自由 各位你说是吗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